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今年的中秋节是神舟14号航天员成组 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过中秋 也是中国人目前离月亮最近的一次中秋 航天员陈东用摄像机拍摄了太空中的月色 他表示 与地面相比 我们可以在白天去拍摄月亮 而且因为没有大气及云的干扰和影响 在空间站看到的月亮更加明亮 更加透彻 由于空间站每90分钟可绕地球一圈 在空间站看到的中秋圆月会比地面来得早一些 航天员可以一天欣赏到16次月升月落 但航天员的中秋还是比较忙碌的 上午他们进行了一些空间站的日常维护工作 主要是把飞行器组合体的状态进行整体的整理 同时要转移下周所需的各类工作和生活物资 同时也跟地面的工作人员和家人进行中秋天地连线和团聚 工作间隙 航天员陈东用视频的方式 记录下了他和战友在太空的节日生活 9月10日上午的主要工作就是针对下次的出舱活动进行载轨训练 载轨训练前首先要对舱载设备进行一些设置 包括气路 夜路 还有电器设备的设置 刘洋表示 我在我们的食品包里面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地面的工作人员细心地为我们准备了节日礼包 除此之外 我们还收到了中国航天员训练中心 全体科研人员的一封饱含申请的慰问信 特别感谢地面保障人员 让我们的太空生活也充满了浪漫和惊喜 也祝大家节日快乐 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组织了别开生面的节日会餐 航天员地面支持团队也一起在位于中国航天员中心的航天员支持大厅 和航天员一同欢度中秋 航天员的中秋菜单总的来说可以归纳为四凉八热十二道风味 包括点心 凉菜 热菜 汤菜 主食 饮料组成了中秋大礼包 八热主要是包括一些加热的食品 包括一些肉菜和素菜 四两小零食主要是包括一些糕点 及时食品主要是航天员比较喜欢吃的一些小零食 像是五谷凤爪 还有蔬菜沙拉等等 此外 航天员的主菜还有黑椒牛肉 五香驴肉 黄金卷 松仁玉米等等 为了给航天员营造惊喜的氛围 所有节日礼包都以盲盒的形式分别打包在各类行李里面 等到节日临近才告诉航天员具体位置 中秋佳节的餐桌上自然少不了月饼的身影 2003年 杨立伟在神州五号返回舱吃了随身携带的小月饼 2022年 神十四城组在空间站核心舱吃了随货船提前上天的大月饼 太空月饼是全铝箔的包装 上面还标注了二维码和生产日期 在太空当中 航天员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月饼主要是连绒馅 更有利于被航天员接受 除了地面团队精心准备的大餐 航天员也拿出了自己的隐藏菜单 这是航天员首次享用他们自己在太空中种植的蔬菜 航天员出征时携带的菜种 在太空三个月后 长成了两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 珍贵的新鲜蔬菜是太空中难得的美食 此时 地面团队在忙碌之余 也和航天员一起享用了美味的月饼 看到航天员在太空吃得香过得好 是地面团队每一位科技人员最好的节日礼物 中国空间站为航天员准备了120多种食品 既有精米粥 椰蓉面包 炒饭 炒面等主食 又有各式菜品 酸辣咸甜齐备 包括烤鱼香锅 麻辣小吃等 航天员可以喝酸奶吃巧克力 还能享用苹果 蹄子 航天员在空间站所用的食品都是无均生产和运输的 并且在输送到空间站后 更是会长期低温保存 根据相关的报道 我国已能够将部分航天食品拥有一年的保质期 除了对于食物的保质期要求以外 地面后勤人员还为航天员们准备了自己喜欢吃的食物 以及过年过节用的饺子 月饼等适合过节的食品 除了食品以外 还有奶茶 冰淇淋等 零食 饮料等 甚至还可以利用小型冰箱自制酸奶 不过 施种下的嗅觉和味觉都会减弱 这或许是因为血液向头部倒流的结果 国外航天员喜欢来点辣芥末之类的强刺激 以便提神 中国空间站就餐区设有食物加热和冷藏设备 折叠桌等 航天员能坐下喝喝茶 聊聊天 其中 航天员用的餐盘磁力强大 能牢牢地吸住刀插勺 餐盘上还有很多尼龙搭扣 以便固定在桌子上 避免飘飞中进食 还有搭扣专门用来固定食物 但有些航天员玩心不小 任凭食物悬浮 轻轻一吸 饭从口入 汤红波说 我们不光吃得好 还可以通过手机控制太空厨房的微波炉 热风加热机 提前把食品放进去在预约上 到时候就热好了 太空洗碗倒是非常简单 用湿消毒抹布擦一擦就行 不过 航天员要尽量吃完喝光每次拿出来的食物饮品 禁止乱丢垃圾 而是包起来 尽可能地把体积压到最小 收纳进夹层中 使太空家园更加整洁舒适 当人类刚刚进入太空时 食谱上的东西往往不那么美味 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 都把食品放入一个类似牙膏馆的包装中 在美国的双子座和阿波罗执行任务期间 航天员的伙食中开始出现了比较丰富的冻干食品 和热稳定食品 种类增加到约70种 不过还是不好吃 为了吃得更好 双子座三号的航天员 就曾经偷偷地把基地附近 可可海滩的沃尔夫餐厅 出售的一个牛肉三明治夹带到了太空之中 在美国的天空实验室号空间实验室运行期间 浮照食品开始出现在航天员的食谱中 浮照食品通过安全剂量的电磁辐射灭菌 对食物风味的破坏比较小 同时 由于电能的供给开始变得宽裕 冰箱也被装入了天空实验室中 速冻食品也开始出现在了航天员的餐桌上 到了和平号空间站和国际空间站的年代 航天员的食品已经是冷冻 浮照 脱水和热稳定等种类混搭的情况 结构基本稳定 不过 国际空间站上的伙食质量 似乎比天空实验室阶段出现了下降 以衡量食物口感的重量体积比看 天空实验室时代 这个比值一度接近了1比3 而到了国际空间站时代 则下降到1比2.76 也就是 更多不是那么松软的食物被加入了国际空间站的食谱 而航天员也用嘴投票 他们吃的比天空实验室的航天员少了不少 空间站航天员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快递小哥货运飞船的到来 去年圣诞节前 一艘龙货运飞船运去了苹果 橘子和柠檬等水果 让航天员们一阵欢腾 我国将在年底发射天州五号货运飞船 届时 航天员又将能吃上新鲜水果 不用工作的时候 航天员们都干些什么呢 拍照 听音乐 写日记 追剧 书法 或者拿出太空太阳镜 欣赏独特风光 航天员太空奏乐也是名场面 演奏姿势千奇百怪 如果要吹笛子 航天员必须把双脚绑好 毕竟一点小小的力也会让航天员前后摇摆 甚至转几圈 弹奏时 乐器键盘也不那么听话 航天员每次敲击一个音符 键盘都会移动一下 国际空间站举办过太空奥运会 包括失重状态下的无手手球 无水花油 无着地式超长跳远 自由体操 打羽毛球 踢足球 打高尔夫球等 总之 随着科技和人性化理念发展 在太空中生活注定很有趣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 יןosten